各位先生、先生、亲爱的朋友,你们好 又是我Sam Wong说股美市的时候 希望你们现在有一个愈发的周末 这个星期总共来说市有点波动 但最后三个指数都是比上星期五收市 跌了少少,跌幅少少 上个星期的股市行情之前 和这个星期走势会怎样 之前就想说几只股票 这只股票见到这个价钱1033元跌了100多元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可以猜到这只股票是什么 没错,这只股票就是达拉斯 最厉害时升到1200多元 但是你见到因为老闆Elan Mars 就说他要卖股票来减税或者交税 于是就折扣,令到市场抛售 你都知道Elan Mars很多粉丝 有很多人跟着他跟盘 于是就造成了销售的压力 于是就跌了由1200点到1000点 我觉得如果再看一看的朋友想买进去 我觉得可能要再跌多100-900元 就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我说话都不准 可能再跌破1000元 如果你想长期买 因为Auntie说这只股票仍然觉得有信心 会升到3000元一股 但是同一时间 有听我视频的朋友 如果不是,达拉斯另一个可以考虑的股票 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也很强劲 而且他很久之前已经开始赚钱 Wallup Buffett很早之前已经卖进了这些股票 大手卖进去 这些股票由 两年前大约40元左右 上升到现在最高325元 但最近跌下来300元 如果达拉斯真的会升到3000元的话 比亚迪也可能会升到500-600元的水平 按照法案的比例 那第二只股票 最近这个星期很受注目 就是当拜登一个trillion 我之前也说过 如果他真的批准 他会放些钱进去 叫做infrastructure 基电工程的方面 这个Blink就是负责加州的 特别加州的charging station 就是如果你有电动车 但是不能充电 这样的电动车都不走得远 所以这只股票最高的时候 炒得上去是64.5元 最低是9元 其实都不是很厉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 疫情这两年 一年多差不多两年的时候 其实都是升了六倍 但是有些股票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得到好 benefit 升了20倍 最近这只股票 如果你看一下 五天就没那么厉害 但是看一个月的话 它升了37% 那这只股票 我看现在的target 有机会升了45元 给多10% 那可能就差不多了 如果它爆上去 也有可能真的 我看回去年的时候 当一开始看charging station 这只股票开始有momentum 上去的时候 当时projection 有70元的这只股票 但是 之后 电动车 有很多clean energy 这种infrastructure 股票都一路下滑 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这只股票要重新去评估 就现在来说 如果你想想 真的起到六 差不多高点的时候 60元 有50%的回吐 而且 也会在很短的时间 就会上去 下一个就是 上个星期 如果有看我的视频 就知道我有介绍了 说中国股票 中国股票里面 其中一个受惠 于 这个 中国最大的销售 的一天 叫双十一 那接下来也都有一样 叫双十二 他们都会做一些打折 销售的活动 那这只股票 如果没有坐 上个星期 看回视频的时候 83.7 那已经升到95元 那所以 一个星期升幅 十个多 十八分之十三 在一个星期里面 但是最新消息 就是说 证实了 奥特写出来 就是说 习近平 终于有时间了 那就可以 跟拜登 准备 十六号 定于十一月十六号 会有一个面试 所以大家谈谈一下 台湾这种紧张的局势 能源的问题 因为最后天气洞 疫情 绿色运动 和经济方面的其他东西 那当然 来得到这一步 其实大家都觉得 很多时候 除了一个研究讨论之外 应该会有些实际 实际的 deliverables 所以 因为这样 可能 这样的原因 大陆股票 这个例子已经升了上去 但是 我个人认为 在未开 这个研讨会 即是面试到之后 如果双方说的话 是比较 温和一点 温和一点 不是好像 之前 之前的时候 那么紧张的话 的局面 那 看别人怎样分析 这个评论 那这些中国股票 你仍然会继续有目的 就这样冲上去 始终我都看好评多多 就算现在 双十一时间过了 那你都看双十二 双十二过了 你就看明年的中国年 那么 这只股票 也都有些人 有些 有些 article介绍 那 他和百度 所以 也都要 push 我自己个人来看 120元 就是 百分之三十 就是 就是中国股票 你看到 它上去 可以最厉害 可以上到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很少会一倍 但是跌回来的时候 也都 beat up 就是售额 也都跌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股票 一定可以考虑 和京都 即是JD 和阿里巴巴 但阿里巴巴的信息 相识一宣布出来的业绩就是 阿里巴巴比去年同期 所以 就 销售量高了 大约百分之九 京都 销售量 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那 那 拼多多 反而我不知道 不过 他的股票 升上去 所以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 那 另外 你一只股票 想介绍 之前都说过 Price 所以在一个月内 是有百分之二十 即是当宣布了 这只股票 FDA 会批准他 第三 打第三针疫苗 和他制造了一种药 可以药 药 不用一定打针 令到他上去 他同一时间 Moderna 和BioNTech 就受压跌下去 Johnson & Johnson 因为要分开两间公司 所以股市升级不是升了百分之三 所以 你看回 若股来说 我始终觉得Price 或者Murkert 下一步就会升上去 而Moderna可能就会回落 就是可能停在200元左右的水平 或者更加会跌得更低 像Zoom Zoom 其实很厉害 你看到现在跌到250元 都不会移动 如果Economy Reopen Zoom Zoom 可能会下跌到200元 下一只股票 Excel Qt 我之前也有提过 这是做现疏公司 最低是7.72元 最高33元 跌到10元 所以长远来说 这只股票可以考虑一下去买 另外 我没有在这个图里面 PayPal PayPal最高差不多300元 现在跌到200元的水平 折扬了30% 它其实没有什么风险 因为它不是自己去买一些 比亚货币去炒卖 这个不是那个Business 它Business 基本上是它随时都可以adjust 尤其是菲律宾人 用很多PayPal去汇钱 send money 还有他们自己本地的汇款都是用PayPal PayPal也有很多其他应用途 例如你上网买东西 不一定用credit card 可以用PayPal买都可以 所以他们的Business 虽然他们的earnings很差 还有guidance下降 所以令到他们股票收额 宣布业绩自由 但我长远来说 它跌到200元以下 一定可以考虑 因为其实 如果它是100 就是看之前 它说要140元 上升到300元之一倍 但如果你去到scale 200元的话 按照因为比亚货币的business 就是一个new business 增加了很多Ravenue的收入 的PayPal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股票 跌过200元 另一个图就是显示 我没有偷懒 这个星期果然就是 基本上你看到图 其实一开始 其实拉斯特都是跌下去 跌到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个 债券的利息 升上去 升到最高 差不多1.7% 其实都是很低的 因为历史来说 大约2.25%到2.5% 所以其实都是低 但是 当真的最低的时候 是1.3%到1.7% 其实当你用这个 对比比率的percentage increase就很高了 所以4.3%就一直 受压下去 跌到最低 但是 4.4.5% 拉斯特也是回上去 因为 有些好的消息 带动市场 所以 主要是这样看 但我仍然觉得 市场会很高 现在的市场 虽然不太准确 但三个指数 都是上阳的 说回上星期 发生什么事 欧洲的 stox index 4.1% 就开低了 因为能源 价钱起的原因 亚洲那边也是跌 尤其是香港市场 恒生指数跌了0.43% 因为高科的股票受压 达拉斯跌了4% 因为 coe 就要买他10%的 这只电动车的股票 因为用来交损 Caterpillar就升了4.8% Nuclear NUE SYMBLE 升了3.8% USDX 升了4.7% 还有其他股票 和拜登 1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package 有关的股票也上升 最主要是 Material和能源股 就比较做得做好 在星期日 还有电动车 CF FCX VMC 也是上升的 United Airlines UAL Delta Airlines DAL 也是上升的 Navidia Navidia 升了3% BMO 这家公司 升了股票 最新的评级 和股价 到375元 一股 Market 星期二 跌下 Tesla 仍然 受压 Robots 上升了42% 因为它宣布3rd quarter的业绩很强 Producer price PBI 10月 上升了0.6% 和预期差不多 中国的通货 亦都受到通货盘胀的压力 亦都受到通货盘胀的压力 CPI 亦都上升了1.5% 在10月 所以 最主要来说 人们都担心通货盘胀会如何 恒生指数 但是星期三 升了0.7% 而且 中国的股票 也都 正如我之前 说 平多 都升了3.6% 但是 三个尾的指数 亦都 因为通货盘胀压力而下调 达拉斯 跌得更加厉害 再跌了3% 在星期三 跌了12% GE上升了7% 因为 他说 公司要分拆三间公司 其实我真的想不到 这些怎会是好消息 或者是accounting game 因为应该是消心 game 不是因为拆了公司 就令到公司值钱了 但是 股票很多时候 因为宣布业绩 例如星期五 Johnson & Johnson 说要拆成两间公司 股市就升了 所以 有时我都不明白 投资者 怎样想 这些valuation 是不会变的 有一间公司 IPO上市 Vivian Simple RIVN 星期二股价 估计78元 但是 整个星期 报价收市 时候 就一百 一百 ihb 二十 啊 会的价值 真是很厄 也许 亦正在 steeds 一百 很诚 这里 有些变 claim Sixta 亚洲方面,上海指数下调,星期四时,CPI上升了6.2,比起2020年时,所以担心通货膨胀。 欧洲方面,英国的经济也舒缓,在3月的比较开始减慢。 迪士尼宣布业绩微如理上,跌了12%。 迪士尼宣布业绩或新闻,所以我会再买一些。 迪士尼宣布业绩跌了240点。 迪士尼宣布业绩微如理上,迪士尼宣布业绩微如理上。 迪士尼宣布业绩微如理上,小鹏升了7.3%至47.58, 到大约21天的水平线。 迪士尼宣布业绩是48.08, 大家注意一下。 星期四,Google、Apple、苹果、Amazon都是跌的。 迪士尼宣布业绩的Consumer sentiment index 跌了由71.7%至66.8%, 所以人们都没什么信心,因为通货膨胀胀。 虽然通货膨胀,但星期四, 技术工资数据升了。 星期五又升上去 Google升到4% MU和ASML升到 金升到1860點 Bitcoin跌到64000點 S&P500的Vex大約在16.3% 17%以下 Coffee的價錢轉到這幾年的新高 因為Global Demand 對這個需求 所以Supply Demand 越多人要的東西就會起價 整體來說 道歧斯跌了0.6% 報36100.31% Lazida跌了0.7% S&P500跌了0.3% 報4682.85% 比上星期五 跌了這麼多 WTI 即是原油 原油 跌了少少 到80.48一桶 這個星期五 跌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有 有 擔心 可能 需求量 沒有預期那麼大 煤 就跌了40% 比上星期五 如果有聽過視頻的朋友都說 這些價錢 說到這麼高 你又說有價只起到九十一百元 又說煤都會繼續上升 這些新聞消息 其實你聽到真的需要很小心 因為 它說上去 可以炒上去 但是 它跌下來 跌很快 我都說G20那些人會 get together 因為這個能餘問題 真的影響民生 也太重要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方向 或者想一下 如何可以將價錢跌下來 還有 確保沒有 power outage 即是 那些人在冬天 就不會凍死 其實 那我個人覺得 下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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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號 即是那段期間 市場應該會繼續 boolish 繼續衝上去 雖然 因為有很多東西 其實現在已經 消 投資者已經 接受了 或者已經吸收了這些消息 例如 sortage or chip 是吧 raw material sortage cargo 運貨 貨運貴 貨運貴 inflation 通貨膨脹 是吧 說到 可能連聖誕節 都買不到玩具 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 投資者來講 已經不是新的消息 但是同一時間 有很多 有些 有些 好的catalyst 好消息 可能會令股社 例如 第四季的 宣布業績 因為業績 有些公司 還要繼續宣布 一般 第四季 在歷史上 都是很強的 center effect 還有 拜登的 一個trillion 其實現在 都還未通過 但是 他們 應該會通過 然後錢 就會拿出來 所以 也會影響很多 錢 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 剛剛 有聽我視頻 一開始說 中國 和美國 會談 即是 對於 這個 如果他們是 生氣大家 就不用浪費 不用談 之前已經罵完 大家 然後大家不談 現在有機會 又和好了 再談 或者緩和一些 好像兩夫妻 吵架一樣 喊完了 現在沒有氣了 再想一下 反思了 大家都需要大家 再繼續談 看看有沒有談 所以 希望 大家都很期待 社會的 會面會是一個焦點 所以 希望令到 中國股票會繼續上升 還有 如果是好消息 都會帶動美市 繼續上升 所以 這些 全部都是一些 好的原因 繼續上升 股市的原因 另一件事 就是 我要再說一次 白道這隻股票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 Google 可以上升過三千元 一股 白道的確可以考慮 而且 除了 網絡之外 還有其他 AI的發展 還有 八月宣布業績 真的好 所以 是 可以考慮的 股票 所以 我都說過 香港IPO 是250元 最高350元 跌下來 到現在 基本上 170元 今天 是50% off 所以 中國股票 波動得很厲害 所以 可能 如果 談得好 白道可能 就會推上去 我都說 Target Price 我個人 應該是200元 但其實 如果250元 買了 都是要虧 所以 有時候 要購買 就是 跌跌下來 要再賣去 平均 把價錢 希望 兩個大國的領袖 聊天 的確可以 緩和局面 就好像我之前說過 其實 不應該令到政治的關係 令到普通的百姓受苦 所以 他們應該要結紋兩個人去 就算 滾得眼淚 好像兩個打網球比賽的人 很厲害 兩個都想做世界第一 但是 同一方面 兩個人都想 出錯 想整天 跟別人打 將自己對方 變成 假使人敵 為什麼呢 這樣才可以 勤勤自己 更加努力 去進步 如果 如果 都沒有對手 那 很難進步 所以 希望 兩個都是 看這個關係 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大家 去維持一個好的關係 利益關係 還有 有很多空談 大家互相交通 溝通一下 就可以令到這個世界 自己的國家更加進步 令到自己的人民生活更好 尤其是 我都說過了 如果兩個人一談好 將他的關稅一減 然後 大陸幫他 幫他買債券 那 債券的利息 就可以維持在那裏 壓住 不會那麼彈上去 然後 又不要說 China delisting 是不是 然後 可能 談到最後 美國有很多藥 現在多了出來 根本上 就賣給中國 所以 如果真的 大家可以 各取所需要的東西 雙方都會有好處 經濟會繼續上去 那股市就會繼續上去 希望 大家 都可以繼續 因為這個Sanded Effect 可以繼續受惠 令股票繼續上去 賺得更多錢 多謝各位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送電郵給我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就給我一個讚